布靶子主要由恒山党项人组成 数百年来 他们一直生活在黄土高原上 大山锻炼了他们的肌肉 沟壑强健了他们的筋骨 这是一群善于奔跑的人 在沟壑交错的黄土高原 他们如履平地 元昊时期 党项人仍旧以部落为基础 居住生活 元昊利用了恒山党项人的特点 组建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勇猛擅跑的布靶子 抢在宋军之前 占据有力敌心 将宋军完全压制在山谷 根据史料记载 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 出围的宋军想杀出一条旭路 但路在哪里呢 宋军挣扎在生命线上 统帅韩旗却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人福需要的救援 再也不可能到来 而元昊正在好水川的至高点上 指挥西夏军队进行最后的绞杀 根据史书记载 元昊在山上竖起了一面 两丈多高的大旗 俯视山谷中的宋军 西夏军队随着元昊的大旗 围追堵截 企图夺路而逃的对手 铁钥子 强弩兵 布靶子 无论遇到哪一支 都是难以撼动的铜墙铁壁 突围无望的大宋军队 已注定了灭亡的结局 史书记载 人福身重数剑 仍搏击不止 最后立竞而亡 跟随他出征的儿子 也一并战死 豪水川战役 元昊几乎歼灭了 人福所有的士组 仅死亡者就超过一万十年 这是相距豪水川 仅数千米的阳墓龙城遗址 人福最终的目的地 便是这里 但是人福终究没能到达 豪水川一役 牟使张元一直跟随在元昊左右 打扫战场的时候 他在边界的一处寺庙提师一首 下颂何层颂 寒起魏族旗 满川龙湖年 游字说兵机 得意之情异于言表 元昊是一个军事天才 能够在战场上随机应变 而宋军统帅 大多文人出身 只能躲在城池中 纸上谈兵 战争不仅仅是国力的较量 战争结束后 韩旗带领人马去接应 区区数百名仅存的士族 返程途中 宋军统帅遇到了阵亡者的亲人 他们抱着死者的旧衣 抛洒着纸钱 一边哭泣 一边为亡灵招魂 此情此景 令韩旗悲伤不已 一千年之后 雷雷的白骨 仍在诉说着 昔日战争的惨烈 时代造就英雄 公元十一世纪上半夜 元昊的雄才大略 无人能及 这是西夏的荣耀 也是大宋的不幸 逃水川战役之后 面对跃跃欲试的西夏 宋帝国已是束手无策 战争的主动权 已经完全掌握在西夏手中 在继三川口和豪水川之战之后 李元昊又在1042年的秋天 那么率部呀 第三次向这个圣军 发起了这个大规模的进攻 那么圣朝的派出了一支部队 大概九千多的这个兵忙 也几乎全军覆没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宋夏之间一共爆发了三次大战 战争开始 元昊并没有取胜的把握 到最后一次战役 元昊已势不可挡 在宋夏战争中 宋人张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元昊能够取得一系列胜利 他的谋划功不可没 然而 战争结束之后 元昊逐渐抛弃了张元 张元郁郁而终 元昊逐游战争 元昊逐游战争